左上到右下 一條是右上到左下 那這個部分當然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表示我這個範圍是我要設定格式化 除了這個範圍以外 我不要去做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再來的話 你第一個 再來新任規則 那我的規則是由公司來決定 那這個什麼地方會需要設定格式化 等一下 第一個就等於什麼 如果呢 他等 應該是 這個B1 跟這個A2 如果相等的話 那就幫我做格式化 所以條件的話 記得 第一個先選取範圍 第二個針對當然不是你沒選到的範圍也可以去指定 那如果說呢 他這個除旋格 他會先從第一個除旋格先幫你抓 所以 如果他現在的位置 的 B2 跟B1 所以B1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他現在這個儲存格位置的 A2 所以你就給他一個A2 那這個 這個公式 實際上指的就是這個儲存格 可是他會 幫你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自動會去抓 抓他的那個 其他的相對位置 其實也有一點像是你輸入完之後 你把它鎖起來 所以 當然如果你現在 設定格什麼格式呢 比如說你底色是 黃色 字的話呢 是 紅色 類似像這樣 那特別主要 因為我現在也沒有做任何鎖定 所以你按確定的話 理論上的只有這個儲存格 他會發生效果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固定在 這一個跟這一個 那如果說呢 他將來會延伸出去的話 如果你希望有其他效果做出來的話 其實 你在做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的時候 也要記得 要不要 把它的 列給鎖起來 藍給鎖起來 他其實他的做法跟我們 我們之前那個向右向下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OK 所以呢如果說你要設定格式化條件 只是說 那個向右向下這個動作 是由 設定格式化條件 他去幫我們完成 我們沒有做 但是他實際上 你就把它想像他有幫你做好了 OK 那所以呢這個地方一樣把什麼呢 把列給鎖起來 所以呢列 B1 對不對 你就把E 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記得就是鎖1列 鎖什麼呢 鎖1 A欄 有沒有 跟前面那個公式是一樣的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按個套用 其實結果就出來了 OK 那 只是說因為你們可能比較不習慣說 可是我們好像沒有向下向右 不然你可以想像你已經有向下向 向下跟向右動作了 所以設定格式化條件 基本上他就在背後幫你向下向右了 那你只是指定一個 開頭的一個儲存格就可以了 其他就幫你做完了 好 那另外一邊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新增規 第二個規則 用公式來決定 那當然 其實這規則的話呢 就是 當然我們可以 也是一樣以這個當起點 以這個當起點 所以我們等於什麼 等於 假如 你的條件 B1 加上 A 兩個相加 A2 如果等於10的話 這也是一個條件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 如果 微觸的時候 他也一樣 會一直幫你先 先向下 再向右填滿 那所以呢 一樣 記得 怎麼樣 把這個 1列 跟A藍 把它鎖起來 然後呢 底下這個條件 微觸的時候呢 做什麼 格式 不然填滿的話 一樣 填一樣的顏色 OK 然後 就是 紅色的底 黃色的底 紅色的字 確定一下 OK 那基本上呢 當然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 另外一邊也做出來了 OK 所以 其實設定格式化條件 他有一點點跟那個 我們裡面公式的做法是差不多的 只是說呢 他有些動作會自動幫你完成 所以可能會對同學來說有點抽象 但實際上 你只要掌握要訣 反正以後你要做什麼樣的格式 都會非常的簡單的 你只要想得出來 這設定格式化 真的還蠻好用的 他的好處就是 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雖然VBA也可以做出來 不過我想 還是蠻多同學對於 寫VBA程式還是 非常頭大的 所以如果你 不想寫程式 但是又想要做出 又 撰寫VBA程式 相同類似的效果的話 可以這樣做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 這個是 如果 B1等於 A2 記得 所 一列 跟A藍 另外一個是 等於 B1如果加上A2 如果 相 兩個 相加的結果 等於10的話 那特別之外 也是所列所藍 這樣的話 結果就出來了 那 這個是 第一個 就是列 第二個 那當然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關 九九層發表 那當然你可以清除 整列 然後對角線 清除格式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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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